自从蔚来不脱底二手车的价格以后 蔚来的二手车价格可以说是雪崩 我这里找到了两位蔚来车主 卖二手车的一个真实的价格 其中一个ET7买了只有一年 从40万的落地价到现在 官方二手车报价仅有22万 还有一辆是ES6 仅仅开了一年半 也是从34万落地直接掉到了17万 官方二手车的报价17万 一年时间就打对折的一个二手车残值 你们觉得正不正常呢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首先是这辆ET7 这个车主他说了 是2022年6月购买 2022年的7月上牌 当时的选配王的落地价是40万 07千 那么今年2023年的6月份 在未来的官方二手车这里 居然只有22万 那么相当于一年时间 这个就打了对折 具体还有个情况要特别的提一下 就是这位ET7的车主 他当时选择了Bus方案 当时可能觉得是省去了一笔购车的费用 但是现在真的是很后悔 因为租赁电池的未来车辆 现在几乎没有二手车上愿意收 如果官方二手车都不回收的话 那么很可能他这辆车就根本脱不了手 要一直砸在手上了 并且他因为选择了Bus方案 他每个月的电池租赁费用一直要交下去 哪怕是他这辆车不去开 他也要交 什么情况下可以不交呢 那么重新的拿出钱来 把这个电池去买断 这就让这个车主会很为难 你本身就已经不想开这辆车了 现在你还要被逼着去买断电池 能够停止去交这个月租金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买未来的车 劝你不要选择Bus方案 哪怕是你一两年就换车 我觉得都没有必要 知道吗 因为你脱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自己损失特别大 现在都说了一年时间打对折 我们再来看这个ES6的这款车型 他买了一年半 落地的时候34万 然后现在官方的报价是17万 一年半时间17万 那么这样的一个二手残值 真的是可以说是崩掉了 一年时间打对折 兄弟们 所以买未来的车辆 首先你要想通的这一点 就是你不在乎这个二手残值 然后即使你不在乎这个二手残值 我还是建议你 不要选择Bus方案 毕竟大家的钱都不是风刮来的 对不对 欢迎大家关注我 一起来关注中国新的车的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